木千宇注意到 小摩仙刚刚收起了千里连心 他也知道这串项链有什么作用 自然也清楚 刚才小摩仙什么都没找到 两位姐姐来了 小摩仙收起心中思念 展颜一笑 其实在林明被漂羽神王追杀 音信全无之前 小摩仙跟秦幸轩木千宇接触的并不多 他们原本互不相识 而且各方面差距也较大 能来往的机会也不多 彼此间显得很生分 直到林明逝去多年 三女在同病相连之下 才慢慢的熟悉起来 如果忽略在王死谷中度过那几年 那么小摩仙在三女中年龄最小 他一直叫木千宇和秦幸轩是姐姐 荒儿刚刚传来信息了 他已经到了通天界 进入通天神宫了 秦幸轩开口说道 林荒是林明留在世上唯一的血脉 之前林明居无定所 独自一个人出生入死历练 又树立了很多仇敌 常常被追上 所以林明跟秦幸轩木千宇之间 一直没有留下血脉 当时二女不觉得有什么 现在林明生死未卜 二女都十分遗憾 于是小摩仙的儿子林荒 就成了他们共同的孩子 此时在通天界 林荒站在大殿中 攻身行礼礼 晚辈林荒 见过通天前辈 在林荒面前从神座上走下了一个身材高大的老者 他一头火红色的长发 双手大如菩萨 脸上挂着慈祥的笑容 哈哈哈哈 林荒 四千多年 长大了 神兽的孕育 原本就极为缓慢 林荒血脉逆天 更是如此 他在母体中孕育好几百年才降生 而他生出来后 却没睁开眼睛 又沉睡了百年 慢慢将血脉发育完全 这才像其他孩子一样成长 林荒满岁的时候 距离人族和圣族大战 已经过去近千年时间 神梦天尊在林荒满岁的当日 为林荒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周岁宴 很多人族天尊都参加了 通天神主也不例外 他也在周岁宴上看到林荒 这一别四千年 林荒已经成了人族 一个不可小觑的高手了 通天前辈 这是沈梦前辈送给您的手札 万辈带来了 通天神主 那是人族排名前几的天尊 而他那辈分 也差不多是现存人族诸多天尊中最大的 在人族拥有很高的威望的 沈梦天尊有什么事 经常会跟通天神主商令一番 不过多数情况下 神梦天尊会直接与通天神主联系 派人送手渣的情况比较少 通天神主拿过神梦天尊送来的手渣 感知力沉入其中 慢慢的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这手渣中是一段影像 而影像中的内容让他无比震惊 那是一只巨大的红色怪兽 在撞击虚空 一次又一次虚空中产生道道裂痕 但这些裂痕又在慢慢愈合 通天神主知道 这红色怪兽就是荒 而他撞击的虚空是神域和蛮荒宇宙间的叹息神墙 造化圣皇 他已经有足够的力量 能够在不付出太大代价的情况下 彻底打通叹息神墙了吗 叹息神墙 那是天道法则所形成的结界 他分割33天坚固无比 在神秘天道法则的控制下 有的叹息神墙会周期性减弱 如同潮汐 可也有叹息神墙一直都如此坚固 这些坚固的叹息神墙 哪怕顶尖天尊 都无法在上面留下哪怕一丝痕迹 只有真神自损修为才有可能将其打通 这的所谓打通也就是暂时性的没法维持 比如十万五千年前造化圣皇追杀混元天尊 打通叹息神墙也没能维持太久 之后叹息神墙就慢慢恢复了 可这一次完全不同 造化圣皇在利用荒开凿叹息神墙 而开凿的方法就是荒最强大的能力吞噬 巅峰时期的荒可以吞噬天道规则 这探息神墙本身也是天道规则的一种 在造化圣皇将荒驯服 并且用神域的资源不断喂养荒 让他在肉身方面慢慢恢复到当年巅峰水平的时候 他就已经有能力吞噬探息神墙了 在神梦送来的手扎形成的影像中 原本称球形的荒变成了一条巨大的红色蠕虫 一点一点啃噬探息神墙 就像是蛀虫在蛀木道一般 看到这等情形 通天神主心惊肉跳 按照这个速度用不了多久 探息神墙就会被荒驻穿的 这个时候林荒说道 通天前辈 神梦前辈说过 荒想要吞噬探息神墙 打一个洞也许用不了多久 但是要开凿出一个无比巨大 至少能维持千年的大洞 却需要很长时间 一个足以让圣族攻打蛮荒宇宙的探息神墙大洞 怎么也得持续个几百年上千年 如此才能保证补给和信息传输 神梦预测过要多久吗 通天神主缓缓坐回神座 拿着这枚手扎心中惊异不定 神梦前辈也没法预测 林荒摇了摇头 神梦前辈有两个提议 第一就是加强人族居住地的隐蔽阵法 让圣族很难找到我们 第二个就是继续利用希望号和神明法指 去探索新的蛮荒宇宙 并且派遣族内精锐去新的宇宙拓荒 让人族在33天宇宙中 所有能够生存下来的宇宙空间中 都生存下来 毕竟圣族打通探息神墙 那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 嗯 我知道了 通天神主轻叹一声 去新的宇宙拓荒 说起来轻描淡写一句话 然而真正去实施必然意味着无数的流血牺牲啊 这是一条无比艰难充满荆棘的道路 人族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了吗 被敌对种族追杀到这一等地步 这一劫 人族真能挺过来吗 想到那飘渺的未来 通天神主便感到沉重 他已经八千万岁了 寿源没有太多 他不知道在自己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人族重建辉煌 如今风雨飘摇的人族 想要重建灿烂的武道文明 必须得有一个领军者 现在的领军者是神梦天尊 他也是人族现在唯一的真神级强者 然而在通天神主看来 神梦虽然天资卓绝 但想要威胁的造化圣皇终究差太多 到真神的境界 每一步都无比艰难 何况造化圣皇还拥有荒作分身 而除了神梦之外 还有如今依旧在努力冲击真神境界的帝世家 他天资卓绝 但是在通天神主看来 帝世家最多也就是到达神梦的高度 那还是不够 最后还剩下的人就是 林荒 通天神主看向林荒 他慢慢起身 走到林荒之前 轻轻按住林荒的肩膀 通天前辈 林荒有些不知所措 活老了 如果人族跟圣族再次爆发大战 我定然是这一战的主力 能不能活下来 我也不清楚 我活了这么久 突破真神已经不可能了 我倒是不太怕死 只是怕死的时候都看不到希望啊 若是可能 我希望你能成长到当年你父亲的高度 我知道 这很难 但是想想你父亲 当年他的起点 比你现在低了不知多少 你是天之骄子 你父亲只是下界平民 你跟他在天赋 资源 老师等方面的差距 用云你之别 不足以形容 他能走出来的路 你 已经该能走出来 通天神主说话间 双手都按在了林荒的肩膀上 一双微微乌浊的眼睛 认真的看着林荒的脸 林荒是人族的希望 但这个希望 还不够 林荒确实是天之骄子 他出生后 各种无上神武认学 资源认用 老师认挑 他这么发展下去 成就真神没什么难度 但光成真神 远远不足以对抗这次大劫 在圣族同样有能成真神的后辈 比如造化圣子 再比如最近刚刚冒出来 风头正盛的弟子西圣 除此之外 飘雨神山清廉仙子 也有可能成就真神 光是圣族后辈 就有三个储备真神 在上面圣族真正的真神 还有三个呢 林荒要带领人族击败圣族 要超越这三个后辈 或许不难 更难的是 要在未来达到和超越造化圣皇的境界 这一点 以林荒的成长速度 可以说可能性为零啊 要知道上尉真神 都赢不了如今的造化圣皇 林荒之前 也曾经秘密前往修罗路 完成最终试炼 完成度是88% 比起圣美第二次参加最终试炼的成绩 还差了一点 其实这已经是值得骄傲的成绩了 要知道圣美拥有大转生数 林荒没有啊 来自血脉的凤凰涅槃 终究比不上大转生数啊 可这个成绩 却完全不能让林荒满意 他的目标是90%以上 甚至达到父亲当年的高度 我知道 我会努力的 林荒咬牙说道 在如今蛮黄宇宙很多后辈看来 林荒这个名字无比耀眼 是让人望尘莫及的存在 然而在林荒自己看来 他的一切还太弱 他的目标是自己的父亲 那个一直激励着自己 给他带来荣耀 也给他带来巨大压力的传奇男子 当年父亲仅仅一百多岁寿员 就能让圣族造化圣皇恐惧 派飘与神王追杀他 而现在的林荒 远没有这样的震慑力 孩子 我看你的体内世界 似乎急着要突破半步天尊了吧 不要太急躁了 你将来想要有大成就 就得达实根基 你父亲的神话 可不是他的修炼速度铸就的 而是他所参悟的法则 积累的机缘 他的经历 人生 毅力等等诸多方面 共同决定的 你的路 还长啊 通天神主 与众心长的说道 林荒重重点头 修炼速度 并不是一切 武道之路 需要有耐心 一株豆芽 一个晚上就能萌发 一季水稻 得几个月 就能收割 可是一株真神级灵药 往往得一年 才能孕育 豆芽水稻 只是凡人的食物 吃下去后 只能冲击 而那些真神级灵药 却能让无数大势力争强 被栽种在宗门内 成为宗派 至宝 他的任何一枚果实 都足以能改变一个强者的命运 林荒要做的 便是一株天才地宝 他现在缺少魔力 而他比他父亲多出来的东西 就是时间 他有更多时间来让自己成长起来 直到挑起人族的重担 这是一条坚心而坎坷的道路 在神域 与赤光界比邻的一个小世界中 有一颗名为东蓝星的星球 这颗星球直径两亿五千万里 比天眼星还大了好多倍 不过它距离赤光界主大陆 实在太远 又在赤光界边缘的独立小世界中 东蓝星上没什么高手 根本不受关注 六千五百年前神域沦陷 赤光界诸多圣地被圣族覆灭 大量人族高手阵亡 而极为偏远的东蓝星 也在这场浩劫中遭受洗劫 当时东蓝星第一宗门 东蓝宗被一个圣族小分队给顶上 这个小分队要求 东蓝宗交出所有的灵药 资源 功法秘籍 否则就灭东蓝宗满门 这个圣族小分队队长 只是一个圣军境强者 而东蓝宗呢 是个七品宗门 宗门里最强的太上长老 也是神军境 其他宗主和长老都是神变境 面对这支圣族小队 东蓝宗愤恨无比 恨不得跟他们拼了 可他们也清楚 面对圣族的入侵 他们就如同一堆蝼蚁一般 微不足道 只能认命 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 当他们已经陆陆续续 交出所有资源的时候 那个圣族小队 又提出要从东蓝宗 带走一百个少女炉顶的要求 这些炉顶中赫然包括 东蓝宗宗主的女儿 这让东蓝宗所有弟子可愤怒了 他们与圣族小队大战一场 杀了不少圣族武者 可终究还有更多圣族武者逃了 紧随而来的是圣族疯狂的报复 一个圣族圣军巅峰的强者赶来 直接血洗东蓝宗 将宗内高手全数杀死 宗内一些少女 已经预料到自己悲惨的命运全都自杀了 这种种做法更触及了圣族的神经 他们在东蓝星掀起一场屠杀 数百亿人类死于屠杀中 当时人心惶惶 侥幸生还的一些东蓝宗余脉已面临解体 在宗门已经近乎分崩离析的时候 又有一些被圣族屠杀后的宗门余脉来到了东蓝星所在小世界 他们与东蓝星会合 这些宗门余脉中就包括了当年上古凤族和上古龙族的部分弟子 上古凤族和上古龙族追溯到他们建立的时候 也只是一些强者在神兽秘境中找到了四神兽的尸体 从此之后四神兽家族建立起来 并慢慢发展成了圣主级和戒王级势力 在神域浩劫中 像四神兽家族这样的势力自然是逃不过清洗的 上古凤族还好 因为跟林明的关系 当初撤离的时候 他们被特殊关照 族内一些高手和林明有关系的人就去蛮黄宇宙了 可上古凤族72宫呢 依然有大量弟子在浩劫中被杀 或者四散逃离 沦落天涯 其中就有一些流亡弟子 聚集在东南兴 跟其他大势力幸存者们合力建立起一个新的组织 叫天地盟 这天地盟内部聚集了许多宗门传承 功法是波杂不堪 在圣族所占领的神域 根本不允许人族有圣主纪以上传承 一经发现全部抹杀 再加上之前的细节 天地盟的传承在高阶舞者看来 已经不堪入目了 于是 在东南兴就出现一个奇异的情景 在这颗星球上 有着一个弟子数目超过十亿 内部关系错综复杂的大势力 天地盟 可与此同时呢 天地盟内部又没高手 结构极为松散 传承是五花八门 可即便如此 天地盟依旧是东南兴 乃至东南兴所在小世界中 大多数星球中 年轻人族弟子所向往的武学圣地 天地盟每十年招收一回弟子 每次弟子考核的情景是极为壮观 这些个来自各个偏远小星球的人族 年轻舞者们 担惊结律的想要通过考核 进入天地盟 因为除了天地盟之外 在这片小世界其他地方 他们更找不着传承 这就是在这个大时代下 人族舞者的可悲啊 即便你有才华 你有天赋 可你找不到功法欲减呢 你没有师父教啊 你没有资源呢 那不管什么天才都得被荒废 就算林明生活在这个时代 也成长不起来 当初林明在下界的时候 确实资源匮乏 但到神域 他就进入上古凤族了 继而被神梦天尊 浩宇天尊关注了 这些都是来自于外界的助力 不说别的 单单没有神梦天尊 林明连修了路都进不去 那么修习修罗天道 就更不可能了 天地盟的传承地 名为天书阁 每次天地盟招收新弟子后 都会按照试炼成绩 让这些弟子进入天书阁 选择功法欲减 这是最让新弟子兴奋的时刻 如此海量的传承 之前他们可是想都不敢想的 然而天书阁杂乱传承 太多 每个弟子进入时间有限 很多时候 他们的收获没办法最大化 一群兴充充的年轻弟子 冲入天书阁的时候 迎接他们的 是一个穿着破破烂烂 随意半躺在椅子上的 落魄中年人 这个中年人 看上去大概就是三四十岁 胡子拉叉是满脸风霜 他手中拿着个酒壶 身上衣着十分邋遢 但奇异的是 他那一双眼睛却并没有想象中那般无神 而是十分明亮 如同少年的眼睛 进去吧 你们每个人 有三个时辰时间挑选一套功法 中年人喝了一口酒 淡漠的说道 这种淡漠似乎给人一种看透生死的感觉 看到这个年轻人 这些年轻弟子心中 有种莫名的感觉 哎 这大叔谁啊 有人私下里传音 嗨 他是天书阁看门人 哎 别瞧瞧他 据说天书阁中任何一套功法 他都了如指掌 如果他愿意 可以短时间内 为任意一个进入天书阁弟子 找的适合他的功法呀 可 啊 有天地蒙的师兄们 传音解释道 哎 那咱们去问问他 看看怎么选 哎 等等等等等 甭直忘啊 一般人问话根本不搭理 不过有时候 你不问他 他又会突然直点几句 这个前辈的性格 那叫一古怪 几个人快速交流 而这个时候 那个中年人 已经开始在椅子上闭目养神了 这个中年人 便是第六世转生的林明 此时距离林明最终试炼之行 已经过去三千五百年了 林明第四次转生的时候 重回修罗路 在最终试炼第七层 一口气修炼五百年 巩固大界界王境界 开启道宫九星之命胎道宫 转生第五世 而后他离开修罗路 畅游神域 林明的第五世人生 就在神域的星空中度过 他吸收神域那浩浩世界之力 来滋养体内的世界种子 这一次历练就是两千年 两千年时间 林明修炼到了大界界王顶尖 距离半步天尊 只有一步之遥 事实上 只要林明愿意 随时可以突破 然而林明却没有选择突破 他在距离半步天尊 只剩下一层肥皂泡一般脆弱的隔膜之时 转生第六世 他的修为再度下降 而后他就来到东南星 一个年轻弟子的身份 进入了天地盟 他会选择这里 也只是因为天地盟 跟上古凤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林明是个念旧的人 一来这是他本性使然 二来这也是为了了却因果循环 我会选择